宝宝,今天教你做奶油培根椰面 最近过得还好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今天教你做的这道面呢 是我觉得特别适合新手来尝试的椰面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椰面 培根 口膜 宝宝一个人吃的话呢 大概四到五个就好 蒜 还有半个洋葱 然后是调料方面 需要准备淡奶油 奶酪片 油 盐和黑胡椒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食材了 宝宝可以记一下 接着我们先来备菜 宝宝在用刀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慢慢地切 没关系我们不赶时间 我们先把培根切成小条 蒜切片 口膜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去掉它的地 然后再切片 洋葱切碎 如果宝宝怕切洋葱流眼泪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刀上淋上一点水 这样呢 它就不会那么辣眼睛了 到这一步呢 宝宝的备菜工作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起锅烧水 衣面一人份呢 通常是100克 如果宝宝不知道100克怎么算的话 叫你一个瓶盖测量法 这是一个矿泉水的瓶盖 把这个瓶盖装满 大概就是100克 如果是胃口小的宝宝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内圈的这个小圆 把内圈装满 大概就是80克 这样胃口小的宝宝 一个人吃也不会吃不下了 水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油和盐 这样能让衣面不容易粘住 而且也会更有体味 宝宝要记住哦 意面呢我们用中火煮10分钟 基本上就熟了 煮熟之后 我们先把意面捞出来放凉 如果放到冷水里面会更好 可以让面更Q弹 接着我们起锅倒油 油热之后呢 下培根和口膜 加入适量的盐和黑胡椒调味 翻炒一分钟左右 我们再下蒜末和洋葱碎 继续翻炒入味 大概一分钟后 我们倒入150毫升的淡奶油 大概就是没过所有食材的量就好了 如果宝宝不喜欢太腻的口感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面汤 或者白葡萄酒 中和一下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片芝士片 中火半分钟 等汤汁开始粘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意面了 下完意面 大火翻炒一分钟收汁 香喷喷的奶油配个意面 就做好了 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 做饭也没有那么难嘛 对不对 今天的你 也很棒